大家好 今天网上传了一个是他们的两会的提议还是怎么样 没有落地的一个国际法 在这儿咱们先强调一下 我们只是看它的逻辑 我们没有说它已经开始实施了 基本上情况就是这样 前边这些就不管它了 重要的是什么呢 本人及配偶父母 祖父母辈曾拥有中国国籍 可以自动拥有中国国籍 除非本人正式宣布放弃 中国国籍将永远有效 看完了这条 你们是作为中国人是不是感觉到自豪 中国永远不会抛弃你们 除非你自己那什么 你作为你父母辈 你作为你祖宗 你是什么人 你只要是中国人 那你永远是中国人 我们中国国籍永远套在你头上 什么时候 中国国籍变得这么 含金量这么高了 或者是地位 在中国的这个地位突然之间就给加在这 他们是要想干什么呢 下一条 取得国外国籍将不影响中国国籍的有效性 过去的这个20年 尤其最近的这个10年 有多少人把孩子生在美国 生在美国 这个什么意思呢 你生在美国 你虽然不加入这个什么 你父母是这个中国籍 那么你也就等于说是具备这个中国籍 取得外国国籍将不影响中国国籍的有效性 但同时拥有外国国籍的中国国籍者 将不得享受选举投票 哪有选举投票啊 有这条吗 担任公职等政治权利 就说呢 你这个生在国外的拥有美国国籍的人 你这个中国国籍有效性也是有的 但是呢 你没有申请中国国籍呢 你就不能投票 选举 参加这个担任公职 等政治权利 没有哈 但这一条 你们仔细看啊 中国国籍者入境中国应使用中国护照 这个里边呢 就是前边的这个二十年呢 有很多人呢 取得了国外的国籍 但是他入境中国的时候呢 他为了方便呀 他还是用用使用的是中国的这个护照啊 好 那这里边情况就出来了啊 对其国籍的认定 以中国国籍为优先 你只要用中国国籍入境的 那么我们就认为 你有中国国籍啊 你使用的就是中国国籍 我们认定你就是中国国籍的人 并且不承认其国外护照 在中国境内的有效性 是因为你没拿出来嘛 我们就不承认嘛 你说完了之后 等我们要对你干嘛了 你这突然说拿出来 我美国籍啊 我我我我我这个美国人啊 我这个那什么 不认啊 这意味着中国国籍者 即使取得外国国籍 在中国境内不得享受 外国的领事保护 哎 你不是说 这个我要认为你有问题了 我要我要我要抓你了 我要怎么样了啊 这个我要制裁你 你突然说 我不对 我这个上美国大使馆啊 我这个寻求领事馆保护去啊 你在我们这儿 对不起啊 那意思我们就咔嚓 就这样 那还有呢 这个里边我就说 他这样的话呢 如果是取消了这个中国国籍啊 或者是压根我也没有中国护照 我也没那什么 我就是一个纯的拿美国护照的一个美籍的一个华人 怎么办呢 好 我为什么说这条我不确定 但是我觉得这条可疑呢 是不是有可能是真的呢 他是说了 这个两会啊 在这个之前16年的时候 两会就有一个这个呃呃代表啊委员 他那时候就提出来一个政协常委 他那时候就提出来了一条什么提议呢 他说建议允许海外华人保留恢复中国国籍 这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目前国籍法中的外籍华人将自动丧失中国国籍的这条规定 不合时宜应该修改 修改成什么呢 允许外籍华人保留和恢复中国国籍 并认为这不仅有利于海外华人也有利于国家的发展 啊凝聚民族的向心力 你听这词 听着这么啊 这个 好听是吧 啊 说中国人啊 到了海外了 移民到海外去了 究竟是中国人 中国的力量的流失 还是中国力量的延展 中国自50年以来 形成了这个这个国籍法确定的单一国籍制度 啊 随着时代的变迁 是否已经出现了需要调整的需要了 啊 针对这一问题提出这条之后 那么他认为目前国人入籍外国后自动丧失这个规定不合时宜了 删除 啊 改为什么 这里边呢 我们就要怀疑他在这里边重新说这个的目的是什么 很简单 在国外生孩子的这些人啊 如果是你先大部分的在国外生孩子的人仍然回来之后的话呢 这个享有中国国籍的或者是怎样的啊 还有一个呢 他建议你恢复的话呢 你好多人就说 哟这样是不是这个就双重国籍了 他就许可双重国籍了 就跟国外很多国家一样 这个承认双重国籍了 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假设说 很多的中国人啊 前些年 挣钱了 有企业 有生意 同时人家在这个很多年前又拿到了外国国籍 外国的身份 结合 我们前期说的 他们要对私营企业主 要对私营经济的 曾经的这个 他们自己所谓说的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利益的这个 取得了这个利益的 既得利益的这些人群 这就开始在 法律意义上啊 这个国籍上认可上边 开始扫清障碍 知道了吗 假设我现在随便说你入籍的时候使用的是中国护照 好 你要是犯罪嫌疑人 我们就可以通 就是对你应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法律啊 我就可以控制你制裁你包括资产包括所有方面我都可以 实施啊 这个无产阶级专政 那这样的话呢 我没有中国国籍啊 但是如果你在中国我们指定说你要是说是中国人出生在中国或者是你父母祖辈什么所有的是中国人的话啊 你长着一张中国人的脸华人的脸好 那有一天说再出一条说怎么着啊 你只要我认定你犯罪了你中国国籍就自动给你恢复啊 你过去取消了都没用啊 我们就给你恢复了 说我没想恢复 我没想加入你们这个国的国籍啊 那不行啊 我们就认定你自动自动的这个给你恢复了 没有中国国籍的华人将来有一天你们再敢进入到中国的时候 你们到底是被他们怎么认为的 他们想整治你就说你是中国国籍 因为什么 因为你是中国人 这个都说不清楚啊 你说这些人就是还有一点 就是这个我们怎么理解这些东西 就是他们提的这些提案啊也好是怎么着也好的话 就跟那个说 你说他们这个都随便要是能改的话 你真的也是 也是就很容易理解说 二十多年前跟英国签署的这个香港的这个 这个自治区的这个中英联合公报啊 那真的是用他们的想法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法律都能改 别说二十多年的那个东西 我们就更不承认了嘛 对吧 反正呢就今天呢这条呢 他没有确认通过啊或者是怎样的 但至少呢有这样的这个传闻啊 他们也能说你这是谣言 他就试水呢 他在这先试试 看看大家伙有什么反应 要是大家伙那个智力啊各方面啊都反应不过来啊 那他就好办了 那他就推吧啊 对吧 什么叫谣言啊 对吧 还是那句话呀 是不是遥遥领先的这个预言呀 遥遥领先的这个什么呀 其实也不用遥遥领先 一看看没什么问题 好那就放吧 过去的香港的什么贵民海呀 什么所有这些东西啊 那包括说这个下一步啊 这个黎智英啊 这个香港啊 怎么着啊 你这个是这个香港的这个身份证 但是黎智英有这个英国的这个国籍啊 不行 那因为你在香港呢 我们视为你自动就是啊 中国籍啊 就是中国籍啊 香港香港对啊 香港回归了 都都在这个什么里边了 对吧 那我们要在这这个抓捕你啊 干嘛呀也好 怎么着也好 那就是扫清住了他们在法理上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这个前面的这些障碍啊 你不要说这个英国到时候你再说 说你这个黎智英这个是这个英国籍的啊 没有啊 在这啊 就是你怎么到这个时候就所谓的就承认了双重国籍了呢啊 但是他承认双重国籍呢 他不会在宪法上边去改 说我们从此之后承认双重国籍了 不可能 反正就是什么 流氓逻辑 流氓逻辑 对吧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话呢 把这一条呢拿出来呢 让大家先思考一下吧 然后所有的对他们这些东西的话呢 我们也别说简单的说承认不承认或者相信不相信了 反正我是觉得你准备没有错啊 你准备没有错 更多的时候的话呢 包括有好多这个在国外 孩子拿了国外的国籍的啊这个又又又又又到中国有中国国籍的这个啊这个事儿还有呢有些人大部分人啊我觉得可能只有百分之九十九九十八的人他取得了国外的国籍呢同时也没有放弃这个中国的国籍那这一块 啊这个怎么办呢你们要你们要准备了啊尤其是在中国有资产或者是尤其是那些在中国有过经营啊有过生意啊现在还有资产还有生意还有这个 很多吧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将来人家要是 撒网捞鱼啊你跑是跑不了的你别以为说你有了一个国外的国籍到时候我说啊我要我要走啊我拿出来的这是这个啊美利坚共和国国籍大英帝国国籍啊我们不承认 好吧 嗯另外呢我今天也看了几条咱们这儿的这个同学也也也也也发过来了这几条啊啊看起来呢有点意思啊你们你们留意一下啊这是说什么呢这是说这个呃我看看这条上哪去了啊 啊这个外星啊这个外星啊他这说的啊今天看留学生家长群里边有个头条全国教育委员会的叫什么什么的一个啊呃提议留学生归国建议转入高职高专啊 啊说学生群家长骂声一片啊我在我在我在很早的时候啊我就在说是谁让你回国完了之后你要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哭着喊着回国那么你再出来的可能性是零啊还不是飞机票的问题啊谁让你出来呀因为什么呢咱们往别的上边不说你们这些初级的人将来你万一是不安定因素怎么办 还有一个你为被美帝国主义洗了脑明儿回来骂我们怎么办啊在这之前的话呢你帮着我们骂美帝国主义这个表现很好啊既然回来了哈这这儿是你的家回家了咱就别走啊咱就别走了别再出去了因为什么因为现在这种情况下经过了这些事之后留学生都回不了国我们也不接你们去我们就不让你们也没航班去接你们万一你们醒了 怎么怎么怎么办啊万一你们清醒了万一你们认识到了啊认识到了你们这个播也不是你们这你别给这个织毛衣了懂了吗我在说的话呢这个就是已经开始 给这些留学生给这些留学生啊早留下来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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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嘛退路什么的都给你什么啊 申无童说哎他也是说这条呢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什么这个副主任啊因疫情回国终止学业的留学生可以通过高职高专扩招计划解决他们继续学习的问题 他们需要学习吗他们脑子都那么好啊都那么那什么啊同时还会织毛衣还用接着学习吗对吧啊哎呀他说又马老师这是不是又被您给说中了呀哈哈哈哈这也不是说中了我倒没想说他们会怎么怎么着出这些具体的事呢 我反正知道呢就是我倒是很简单我就是说出于外汇的考虑走一个人就流失一笔外汇嘛啊这样的话呢大家都都别走了都关起门来在这儿好好读书好好的干嘛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说继续学习也行啊学习了之后毕业了或者干嘛了那个北大荒啊大西北啊大西部啊 还有那些地方需要需要这些毕业生啊干嘛的这个上山下乡啊支援祖国建设呀兵团呢这不都得去吗都得需要人呢都而且都需要人才呀你知道吗啊是因为那个在城市里边的这些人到时候他真不去呀因为他现在他现在有点那个有点资金有点钱或者怎么怎么样他宁肯他宁肯在家就就就就就 多存点粮食他就不出门了嘛但是这些留学生不行啊是因为爱国嘛嗯爱国呀听党的话呀跟党走啊这些孩子们会去呀这些他们会去呀啊建设大西北建设大西部是吧嗯好吧不知道到今天为止的话呢呃这些孩子们啊已经回去的或者即将回去的啊在机场里边我们估计 嗯也很快反正就也也就给他们弄个飞机啊让他们回去了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祖国需要人才嘛 好啊啊快乐啊永永的推特加了之前说推特进学小组一直没有回复什么情况啊是这样永永你们那个学小组啊干嘛的什么情况了时间的也差不多了啊 我这两天呢这个没事啊这个我只要不不不那么不像前两天那个有点有有有点激动吧这两天呢我我攒攒那个什么你们呢把你们的那个情况啊学艺情况啊我过去说了你这个500个问题啊什么什么这那的呃你都攒好了 我们现在看是什么方式啊到时候我单开一个啊单开一个频道啊或者是单开一个单单列出一个就是呃不爱听那个算命的这专业里边的课他就可以不听了然后呢我就说专门的把你们这个学的这些情况问的这个遇到的这些情况到统一的给你们做一次回复好吗永永你继续去张了这个事啊 但是我在想你要是写出来的那些东西啊咱们专门的放在我的哪期的栏目下边呢还是说放在统一的放在一个什么地方啊甚至于我们我不懂大家也不懂这个什么 那你们原来说的那个电报群呢还是怎么着但是那个东西是不是是不是可以控制人就是说不要那个路过的人随便进来的还是怎么样呢有语音的话呢也可以用语音啊对吧这个看看啊永永是以什么方式我是不是好多人都进你们的群了这个则风大过则风大过具体的那个什么的啊都那什么的啊但是 估计人家估计人家人家人家宰里边呢哈哈哈你们也你们也不带人玩啊还是怎么着人家出来也没法这什么的话啊好吧呃 杨方啊香港人要来一个出埃及济啊太绝望了先制别国躲劫保存实力 这个什么啊 这个刚刚我看这些什么啊 就是大家呢也别夸我 夸我的话在这呢 我也尽量我就不念了啊 有的时候那什么的 我还是说那句话 什么这个什么好汉呀 什么峡谷啊 什么什么这那的呀 我就说一句话啊 在北京八九年啊 能从那个广场大街上啊 长街上什么这那的 这个活下的人 没一个好汉 知道了吗 我说这句话 我不知道你们理解不理解 我当时的想法 和这个三十年的想法 就是就是简单 就是都是都是怂包 都是胆小鬼 都是这个什么 因为什么 因为要真是好汉 当时当时就不可能活下来啊 就就跟他们死去 就拼了就磕了 就跟他们磕了 磕死在那了 知道了吗 能活下来的都是这个逃兵 啊 我说这句话啊 那就就就就就 大家就都别 别在那个什么了啊 我也是憋了这个 哎 憋了过去的话呢 这个我这些话 其实都没跟 包括什么 哎 好多人都没跟他们讲过啊 就是跟大姐 那儿子啊 什么什么 聊过两次 是因为 是因为他们出国之后 看到了六四的那个纪念片之后 挺震撼的 我当时在跟他们讲了一下当时的情景啊 更多的也没讲啊 更多的人我都没讲 就昨天呢 说到这儿了 激动了啊 大姐 大姐本来说 哎呀 要不然说你这个 你这个 亲历什么 六四啊 口述啊 怎么怎么着的 我说别别别 别写这些东西啊 我说我羞于提到这些东西 然后大姐还说 说要不然你说的时候 说仔细点 说长一点 然后把这个整个的过程 从四月 从四月二十号 我我昨天说的时候 说口误了吧 我说五月二十号了吧 我应该是四月二十号 在那个 从北海到那个天安门 路过那个谁 那个国有帮他们家啊 就开始啊 完了之后 到了五月初啊 到五四青年节嘛 就那时候就就上了天安门了啊 从天安门那个纪念碑那块 就开始那个各种活动啊 各种那个什么 就人聚集起来了 那他们说的那个什么 哎 崔健到广场 我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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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着了啊 唱歌开了个小面包车啊 到那去啊 那包括说后来的 他们那个什么 乌尔开西啊 什么什么什么单啊 什么什么单还是什么单啊 那个我都见着过啊 都见着过啊 呃 我就不愿意再说那些东西啊 啊 反正在我心目当中 没有英雄 啊 全是那什么 真正的英雄都死了啊 死的那些才是呢 好吧 啊 哦 啊 哦 s o o n g 啊 这什么呀 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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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啊 不是不翻译过来 哈哈哈 LS李施 施应该是 施李施李施 这个儿子的什么桃花什么的 这些 这个太遥远的事 咱们别说了 就是说有着急的事 咱们说说 这恭喜发载也说 因疫情 留学 归国可入职高专 估计这个意思是让留学生 这个 留学生 大姐说留学生就变留级了 我看她说 留学变留级了 这回可真是 这留学变留级 这个 在国内着急吧 明儿的话呢 这个也算留国生吧 行吧 留国生 刘国生 留学生直接变刘国生了 我是不是前 前些天的时候 在留学生那集里边 我还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我说 我说你们呀 搞不好将来呀 将来你们出国的那个岁月 就成为你们永远的回忆了 就是你不好好珍惜在国外的那个时光啊 你在这个国外的人已经出去了 你到了国外没学那些什么民主自由 什么什么所有的这些思想啊 你这个结果还在那抖音啊 微信的什么烂七八糟这些东西嘛 好吧 这个还是那句话吧 要善待他们吧 我还是总是站在这个角度上 我到今天为止 我也不愿意看到我们这个群里边有骂他们的人 知道了吗 我总是觉得 完全有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家的孩子 亲戚 知道了吗 哎 你说怎么办呀 那包括你弟弟妹妹也是有可能的呀 啊 呃 李辉说呀 抱歉呀 我还是没明白怎么进直播间呀 我都看见你了 李辉 你还没看见我的直播吗 你怎么就进不来呢 你这着急劲的 好吗 啊 呃 朱冰说啊 他们他们抓那个香港的学生 学生是没有人性的 嗨 我们说这些语言都无力吧 啊 这个金花看到香港的这个什么就特别啊 难受啊 啊 人在墙内也不敢说这个啊 你在墙内能看到这些就不错了啊 呃 前段时间在一个群里边说了一点 结果就被他们围攻了 啊 纵使我有评有据也显得太担保 我有一个朋友人在香港却一直支持播一国 我就感觉很无奈 哎 哎 哎 这说茶馆里的 长四爷 啊 这吃昂 他也叫长啊 吃昂长 嗯 判呀判呀 只判 谁都讲理 谁也不欺负谁 可是眼看着老天爷们老朋友们不是被饿死就被人家叫人家杀了 我呀 就是有眼泪流不出来了啊 这个应该是应该是很有感情的啊 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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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茶馆里边的这个语句念出来啊 我现在都念不出来了啊 你们就找吧 可这世界的找 你们还能找着这样混蛋的政府吗 啊 这是常常秦二爷说的呀 喝 这秦二爷 茶馆里 茶馆那个话剧现在还在仁义还演不演了 要在仁义演的时候这句话会不会也被他们给改了 不让这么念了 是吧 应该给改成 你们找找还能 还能找着这么混蛋的国民政府吗 国民政府 好吧 卖火柴的小姐姐 哎呀 看都看哭了啊 招招啊 这个有同感啊 太邪恶了啊 他们有孩子娘生的怎么能下得去手啊 文明的这个时代的还有这么邪恶的任务啊 嗨 张张啊 看到一张父亲拉着孩子在奔跑的照片 旁边都是烟雾瞬间泪啊 我也看到了 我也看到了啊 恭喜发财 中国现在真没纯爷们啊 都他妈被共产党给上了啊 哈哈 哎 也不能这么说啊 爷们儿是很多的 只不过呢 在里边的人 我们还是那句话 你要考虑到他的身份和那什么 他总不能说上大街上喊去吧 到大街上骂去吧 他那就相当于找死呢 对吧 我还是说你就说这个什么 徐晓东啊 什么什么这 那他们在墙里边能出点声就不错了啊 能有点那什么崔永元啊 包括什么什么这样的 还是能看得到 所以我就说呢 你要说是说这个什么 六四之后我们不是也在那里边吗 但是也也不出声了吗 对不对 那我们同样 我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 没有爷们儿 确确实实都是怂包 但是呢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 有点这个什么 有点改进 有点长进 有点这个什么 就是到那了之后 面对的是那些女孩子们 实在是那什么 你要说面对像我们那些 当时的那些 在社会上闲散人员啊 我们那时候叫三国人员啊 什么呀 没工作 没什么玩 还没什么东西 不知道三国人员 什么社会闲散人员 完了之后 是社会游手 好闲分子 什么这那的啊 那个年代 我是 我是什么的 我幸亏是什么的 我幸亏是没上班 没工作去 我要有工作 我要有那个精力的话 早他娘的有人给我举报 给我抓起来了 知道了吗 但是呢 就即便是那样的话呢 我等于说六四完了之后呢 我也等于走了 我离开北京了啊 我离开北京好多年 那好吧 嗯 他说这个师 K有一种细菌将在全球扩散 致死规模要大于新冠 你这是在哪听到的呀 杨芳芳说武汉肺炎传染性这么强 还有更强的啊 不是会在玩病毒吧 其实 其实是这样啊 就是说 我想呢 就是说 也许他说 也许他们会最后构急跳墙 如果全世界说最后就准备真的是推倒他这个政权 他会不会散布一种更毒的东西出来 或者怎样呢 有几个细节啊 让我们听起来的话呢 要要要真的是这个 嗯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这个 好像是澳洲今天公布出来的一个科学家呀 还是一个人什么什么人说呀 他说 他说这次的这个 他们这个病毒是优化设计啊 用于这个更有力的用于什么感染啊 人类或者是说 我理解那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要是说 这个不是自然的 就是人工出来的这个病毒的话呢 他针对于这个人类 针对于这个某种特出的这种人 甚至于针对欧美人或者怎么样的 他这个说设计上边是完美的啊 或者是怎样的啊 这这就叫优化设计吧 嗯 另外一点呢 还有呢 前日子就说 这个病毒到了欧美之后 为什么致死率这么高啊 呃 在在亚洲地区啊 就好得多 或者是怎样的 嗯 这个这个咱也不知道 是不是针对这个欧美人 有什么强行的 有什么特出的一种设计啊 还有呢 就是说 曾经呢 这个他们说过就是说如果要是打这个呃 不知道是他们哪个什么人金灿荣还是什么人说啊 呃 这个这个也是也是不知道反正曾经听说过就是说他们要是打台湾的话 他可以造成你那个什么呃一半的人的这个植物人或者怎么着的 那这个说到了是不是就是某种什么特出的生化的东西啊或者怎么怎么样的嘛啊 呃 我想啊 我想啊 这个世界应该是不会给他们这个机会 呃 让他们呃 再有这么样的这个可能性啊 实施这种东西了 呃 或者是说 看看这个全世界的这个统一的行动吧 呃 是不是会有那么一天呢 就是说 所有这些东西还没有来得及 让他们实施这个他们所谓的呃潘多拉的盒子啊 啊 对吧 他们那个王毅不是曾经说过吗 别逼着我们啊 打开潘多拉盒子 到现在全世界人是不是明白了啊 去年前年的时候啊 呃呃呃呃呃 王毅说这话是说的什么 懂了吧 啊 那么他们这个盒子里边是不是还有 更恶更恶毒的东西 知道了吗 反正啊 到这儿啊 还是这句话吧 就是 如果真的是 把全世界的人 或者咱们就说是 我们作为中国人也好是怎么着好 你你包括你都出来了啊 呃呃呃呃 those people 有一天人家那国籍还说你你你你你脑子上 这个中国籍你永远是中国人 我们这个战狼 没没有飞机去接你们 但是呢 我们将来有一天你回不回来 你回来我们就能弄死你 是吧 那包括这个病毒 包括还有还怎么怎么样的 那这一次再有再怎么样的发生 对吧 我们就是说 我们相信吧 相信吧 反正还是我说那句话吧 不会没有人去管他们 这个老天爷也好 这个上天也好 包括这三 三十一年了 我还是说那句话 其实我昨天特别想说的一句话 就是我就是觉得 三十一年 但对于我们来讲很长 因为什么呢 因为说句实际上的话 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 就是当年八九年 在上大学的这些人 上高中的甚至业 我们这半辈子都扔进来了 是吧 你说这人生里边最好的 就二十到五十 这三十年呀 这三十年都淹在这里边了 但是呢 咱们拿 咱们站在这个高度上啊 站在上天呀 站在什么这高度上边的话呢 其实三十年呢 也是 也是一瞬间吧 也是 也是很快的啊 我就说这三十年呢 这个 这个老天呢 都看着呢 对吧 包括三十一年前的那些 这个北京的这些 死了的这些 这些英灵 也看着呢 包括从去年到现在 香港死的那些英灵 也看着呢 对不对 包括08年啊 这个 汶川地震的死的这些人 也都看着呢 都在呢 对吧 啊 不会任由他们这么干下去的 啊 只是时间吧 啊 这个 还是过去那句话嘛 啊 这个善恶 善恶报应 是什么 什么忠有报啊 只是来早与来迟嘛 啊 就这 就这个一两年的事儿了 啊 具体到哪天呢 不重要 反正就是这段时间了 开始了啊 这个 最后的这个疯狂 也是最后他们要毁灭的 这个前 前期的这些事情 好吧 呃 行 好 咱们先歇会儿啊 我这个还真得是 大姐说你这嗓子 不行就别做了 我说现在还行 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气呀 就是在这儿这个气呀 稍微这个 稍微那什么了 现在呢 我换了一个什么 我换了一个用嗓子发音了啊 过去的话呢 都是这儿的气 这个气在发声 我在用气嗓啊 现在是直接用这个嗓子了啊 没准听起来声音有点小 当时你们放的 放大点声就行了 啊 好吧 好 先歇会儿啊 先歇会儿啊